在民生社区 徒步大概5到10分钟就可以到的 武昌市场 这整条武昌市场 它其实是早市 那因为旁边紧邻着南京东路 所以有非常多的上班族 也会在这边来觅食中午 那今天除了要带大家吃好吃的店之外 也要带大家去一间 24小时不打烊的美食店 因为有一个武昌圣地居庙 市场就以武昌为名 武昌市场在一条的乡弄之中 除了附近的居民 周遭的上班族 也经常来这里觅食 而这个早市中有鱼肉 蔬果 青菜之外 还有很多经典的好店值得去挖掘 就让我们赶快进去找找看 在武昌市场里有哪一些好味道 在这个市场人来人往的地方 就隐藏着一间肉跟面店 而这肉跟面很不一样的是 它们的肉跟可是道地的宜兰肉跟 什么是宜兰肉跟呢 其实基本上你看它的汤底 是比较清澈的 然后加了沙茶跟一点醋 去做一点点的调味 然后它的肉跟 看到整个就是一个肉块的感觉 那其实这肉跟 宜兰的做法的肉跟 它其实是不裹鱼浆的 也不裹粉的 它是把猪的里肌肉跟猪的后腿肉 给摻在一起 而且它们选用的猪肉还是黑毛猪肉 所以感觉上你在吃的时候 光是这样看起来 你就以为你自己是在吃 一整块完整的肉 因为它是完全没有参果粉的 所以基本上你在吃的时候 你可以非常完整吃到肉的纤维 然后因为它特别选了 猪的这个后腿肉 所以摇起来非常的有嚼劲 猪肉的甜味完全在这里面 那汤底的部分你会发现 它基本上就是大蒜的味道 多一些些 然后一样有沙茶跟微微的酸度 就是来自于醋 然后我觉得它蛮特别的是 一般的羹汤汤底 除了柴鱼的香味 对不对 它竟然里面会有南瓜在这里面 它除了基本汤底 是用柴鱼熬煮出来的之外 它多了一股淡淡的 那个蔬菜的甜味跟香味 这边还有南瓜在这里 蛮特别的 一样有大白菜在这里面 所以摇起来除了南瓜的甜味之外 大白菜的脆度也非常的够 接下来这一碗我必须说 它真的还蛮家常的 因为光是你看这外观 就剩非常多的蔬菜在里面 但比较特别的是 它里面的蔬果跟清汤 还有生鱿鱼 它里面加的还是果条 它的这个全名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它除了我们平常看得到 这个生鱿鱼是老板自己 一整只泡出来的这个生鱿鱼之外 你会发现一般我们做这种生鱿鱼 可能就是跟羹汤配在一起 对不对 但是它上面有满满的蔬菜 你看会有当季的蔬菜像是莲藕 还有非常多的这个豆腐 跟所有的蔬菜 番茄 全部都在这里面 然后里面的面条 他们也是用这个宜兰 宜兰做出来的龟仔条 而且还是用再来米粉去做出来的 我光是吃这个龟仔条 我都还没有喝到汤 你知道吗 那龟仔条外面那个所有蔬菜的香气 特别是南瓜 番茄 还有凤梨跟苹果的甜味 全部都裹在这个龟仔条的外面 所以整个那个蔬菜的甜味跟果香 非常非常地浓厚 我们来喝它的汤底 你看它这个汤底 光是你用眼睛看 你可能会以为这种清汤类的 应该味道都是比较淡 对不对 但是因为它真的用了非常多的 当季的蔬菜 然后还特别加了凤梨 苹果 所以它喝起来那个味道的浓度 我觉得它多了那个淡淡的水果的那个香气 而且你看那个汤底 它熬了多久 它里面都还有那种蔬菜的纤维 全部都在这里面 所以喝起来是非常非常浓郁的 好喝 这碗我觉得超健康的 因为你看我这样一捞起来 我相信所有女生应该都会疯了 它的蔬菜这么多 那老板也特别说了 因为他们选用的蔬菜都是当季的 所以现在可能正中期的 可能是莲莓或其他的蔬菜 但是你下一回来的时候 老板娘就会选用不一样的蔬菜 来熬吃这汤头 所以每次来吃到这个蔬菜的味道 完全就不一样 我觉得这碗就跟这个市场一样 这市场有什么蔬果 当季的蔬果 其实走在外面 我们都看得到 它就把它全部融合到这碗里面 让我们可以吃得更健康